以成为先进国为目标的2020年宏愿 于1991年提出 让不少民众都对2020年充满着想象和期待 电子教学更是积极推广的项目之一 谁知来到2020年 突如其来的新冠肺炎疫情 让当时许多美好愿景幻灭 行动管制令的执行 让很多领域停滞不前 不过教育领域却有了突破性的进展 学校悬面停课 让电子教学和网上学习成为了新常态 然而这一新常态是否意味着 马来西亚教育又向先进国迈进了一步 编程教育机构科技宝的两位创始人 季聪伟和杨岳平 分享了他们从实体教学 转为线上教学的经验 以及他们对线上教育的观点 有感数码化的时代降临 季聪伟和杨岳平 于2016年在槟城成立了科技宝 这个少儿编程教育机构 希望透过旗下的课程 让作为国家未来栋梁的少儿们 能更容易跟上科技时代的脚步 科技宝是一家创业型公司 位于槟城数码图书馆里 每个礼拜我们有一共高达 200多名学生 他们都是10到16岁之间的中小学生 一起来学习计算机科学 也就是Computer Science Education 这包含了写代码 做手机应用程式 变成属于自己的网页 以及把数学分析的知识 应用在人工智能的领域里 很多小孩在很早的时候 他们都已经接触了科学跟科技领域 可是他们往往都是科技的使用者 而并不是科技的创造者 我们成立科技宝的宗旨 就是希望小孩可以善用科技技术 通过写代码和编程 来解决生活上的一些问题 并带来方便以及欢乐 我国于2020年3月18号 在全国范围实施行动管制令 全国学府也因此关闭 但是教育部依然鼓励学校 在行动管制令期间推行线上教学 实行平和不停学的教育方案 科技宝也不例外 早在行管令实施以前 他们就开始了线上教学 尽管他们早已拟定好 线上教学的方式 但是依然存在着 不少的限制和挑战 当我们转为线上教学的时候 有什么差别呢 最大的差别就是老师们更忙了 因为他们在星期间的时候 他们需要准备他们那些 预录的教学影片 然后他们在星期间的时候教书 因为以往的话 在星期间他们只是需要备课 然后星期间就是教书 现在除了星期间除了备课以外 他还要准备那些 预设计试试 所以他们会更忙 在我们线上教学的时候 我们有面临了蛮多的挑战 比如说有一些学生 他们的网速特别慢 然后有一些电脑慢 然后有一些学生 就是年龄比较小的 他们还不太能适应 所以我们就是特别 请更多的老师来教他们 所以我们每一班都有 至少两位到六位的老师 来帮忙学生们 然后让他们可以得到 最好的那个学习体验 然后我们有提供了 免费的线上和线下的 让那些可能比较追不上的学生 他们可以得到更好的照顾 我们的学生会在星期日 先看我们的讯录 给他们的那个 预录的那个教学影片 然后在星期日的时候 他会在Zoom上面 上我们的网络课程序 所以在我们网络课程序里面 学生可以向我们发问 可能他们在影片中 不明白的东西 然后我们也会使用一些游戏画 进行专业的教学方式 来加强他们的理解能力 此外他们也透过 视讯会议软体 给完成课程的学生 举办了线上毕业典礼 和颁奖典礼 让居家上网课的学生 也能体会到 学有所长的仪式感 所以在这种典礼跟仪式 老师们要特别会搞气氛 因为我们不想让小孩子们 觉得线上的毕业典礼 不如线下的 所以我们会有一些 互动的活动 然后学生的分享的session special award session 还有在Zoom 拍大合照的session等等 杨岳平透露 行动管制令让学生 意识到科技发达的重要性 因此他们在创建 手机应用程式和网页设计 有更深刻的感触 比如说在手机应用程式方面 我们的学生有想了 很多很多有创业性点子 那让我印象比较深刻有三个 就是其中一个就是说 在行动管制令的时候 怎么在家更有效率的工作 或者是做功课 读书之类的 还有怎么过得更健康 然后还有一个就是 就是做一个app来捐钱 来帮助更有需要的人 然后还有一个特别特别印象深刻 就是十岁的学生 然后他做了一个 财务管理的手机应用程式 送给爸爸当他的生日礼物 在网页设计方面 我也只有记得三个 就是第一个 就是线上模拟旅行网页 然后另外一个就是 就是一站式学习网页 然后最后一个就是 让全校可以线上订购食堂食物的网页 而那个最后一个那一个 他也是目前入围了 我们的全国青少年的科技奖 就是Tintech Prize 季聪伟认为 这场疫情不仅促进 线上教育的普及 也让老师和家长看到了电子科技 融入教育的未来趋势 我觉得线上教学是一个 势不可挡的趋势 它肯定加速了 我国线上教学的普及化 也许目前我们还不能适应 特别是老师 学生 家长 三方面都是不太能适应 可是世界不会因为 我们的不能适应而回到过去 我们不可能停留在 新冠肺炎疫情之前的那些想法 跟那些做法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觉得我们应该要拥抱这个改变 去做好自己每一天的准备 来适应新的新常态 新的改变 做出最好的准备 而且我也认为 马来西亚正在 迈向着工业革命4.0的方向 我们大家都可以看到 在国内大大小小的中小型企业们 都正在积极地推动着 他们的商业科技数码转型 我认为我们是有希望的 而我也认为 机会是准备给最好的人 所以我们应该做的是 马上去做好自己的准备 然后去迎接数码经济的到来 甚至数码教育的到来 唯有不断地完善自己 每第一天带着积极学习的心态 去拥抱改变 才有机会展望未来 从传统课堂教育突然转为线上教育 让许多师生都措手不及 不过 季聪伟和杨岳平始终相信 种种的不适应 不过是一个过渡期 这场疫情带来的教育新常态 会逐渐成熟 只是时间的问题而已 所以趁着这个时候 好好的认识线上教育 并开始雇局教育线上化 是所有教育机构应该重视的事 前线视窗采访报道 最后一位置信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